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哈喽,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今天呢,我们来读的是诗篇第10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唯有福 耶和华 你用恩惠带你的百姓 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使我借你选民的福 乐你国民的乐 与你的产业一同花药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 我们做了孽 行了恶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 不明白你的骑士 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反倒在红海 行了悖逆 然而 他因自己的名 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并且斥责红海 海变干了 他带领他们 经过深处 如同经过旷野 他拯救他们 脱离恨他们人的手 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水淹没他们的敌人 没有一个存留 那时 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歌唱赞美他 等了不多时 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不仰望他的指教 反倒在旷野大起御心 在荒地试探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他们又在营中 嫉妒摩西 和以和华的圣者亚伦 地裂开 吞下大滩 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 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 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他们在和列山造了牛犊 叩拜筑成的像 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 换为吃草之牛的像 忘了神 他们的救主 他曾在埃及行大事 在韩帝行骑士 在红海行可畏的事 所以 他说要灭绝他们 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 站在当中 使他的愤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他们又藐视那美帝 不信他的话 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 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所以 他对他们启示 必叫他们倒在旷野 叫他们的后裔 倒在列国之中 分散在各地 他们又与巴黎 皮尔联合 且吃了祭死神的物 他们这样行 惹耶和华发怒 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 那时 菲尼哈站起 刑罚二人 瘟疫这才止息 那就算为他的义 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他们在米利巴水 又叫耶和华发怒 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 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 摩西用嘴 说了急躁的话 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灭绝外邦人 凡与他们混杂相合 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 把自己的儿女 祭死鬼魔 流无辜人的血 就是自己儿女的血 把他们祭死迦南的偶像 那地就被血 污秽了 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 在行为上犯了 邪淫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向他的百姓发作 憎恶他的产业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恨他们的人就挟制他们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他们就服在敌人手下 他屡次搭救他们 他们却少谋悲逆 因自己的罪孽 降为卑下 然而 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 就眷顾他们的疾难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他也使他们在 反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去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从外邦中召聚我们 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圣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今天的影片就这边告一段落 下次不要忘记和我们一起读 圣经好好听哦 拜拜